于是我发现 孔天连接近我这件小事 居然也是他阴谋的一部分 是的 孔天是一个愚蠢的背叛者 如果我继续被他骗下去 那么他就会 杀害我的父亲 锦儿支配整个妖魔界吧 住手 放开我 后来 孔天被抓捕 然后处刑 在炙热的监牢中 怀抱着憎恶而死的孔天 沦落为 给世间带来仇恨与灾难的存在 孔王 诸下 诸下 你可是 孔天吗 死后重生的你 是要找妾身 和这个世界复仇吗 这是 妾身便在心中启示 在我还活着的时候 不 即使是我的生命到达了尽头 我也要在 空王的手中 保护这个世界和妖魔界 即使经过千百万年 这份信念 也不会改变 难道这就是 转生的强烈信念 夏娇的灵念 与你